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霸 根據以往的慣例 我通常龍本一有新的活動 就會拍一條抽蛋片 抽鷹片 抽什麼片 隨便吧 總之就抽東西吧 一如既往 每一次活動 官方都會送我十抽券 這次是由Felix幫我抽這個十抽券 想不到他落地這麼幸運 我心想是否一來就馬上中了那個家流羅呢 首先就中了這個路因 這次故事的弟弟 是隻奶媽 Safie說如果自己出真水龍 有機會可以用來打真水龍 嗚呼!真的中了家流羅 不過在家流羅的詳細訊息 就會知道其實他是HP加40%的 其實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用 所以當下我還是失望了一會 比家流羅需要大幫妹多一點 上次的活動送那條龍 也是HP加30% 不知道是有什麼景點 然後就是用石頭十抽 是沒有確認的 也沒有變彩的 那我手裡面還有其他 好像剛剛這樣落地爆彩 OK 沒爆彩 那就算了吧 上次這樣出現 應該這次都說 不會太出現了 就算了吧 炊色草的葉片 就是上次晚聖節的南瓜餅乾 繼續用石抽的十抽 暫時三十抽中 這次的十抽都算是挺噁心的 又是金髮像了 難道重複了 不好啊 麻煩 這張卡是什麼 挺噁心的 真的重複了 真的重複了 廢玩不多說 40抽 OK 真是全座 OK 廢卡 水壺 你被火弄我干嘛 山空水壯的我都想起自己還有十張蛋抽卷的上個活動打落 這張卡是濕身抗性加20泊水屬性抗性加3泊也算挺有用的 又是你呀 陳小姐 上次活動搓你搓不夠多嗎 唉 這張卡是最後一抽 但之後我打了一張單抽卷回來 嗯 垃圾 那今天這51抽就抽完了 現在就跟大家匯報一下我這次活動打成怎樣 特殊挑戰最難打的我已經兩星過了 那我就是靠哪一隊打就靠這隊打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我這一隊都還沒成型的 全部都是很低低的 我過的時候他們好像再低一兩低 全木隊打其實真的會比較容易 我之前試過塞這隻武裝 最快的這隻武裝 換了一隻Lily下去 滿蠻的Lily 都是沒那麼厲害的 是過不了的 那這一隊呢 就試過過了兩次wave 主要就是要保住霍黑 不要死 而且其實奶貓真的很好用 它是幫我補命了很多次 那現在那隻奶貓就升到30環停了 然後 欸 對了 它這張活動卡呢 剛好就是 回復技能效果加8% 剛剛好用得著 想不到我上次80抽抽回來 很不想要的霍黑 還有這條蜂龍 是這麼厲害的 是這次的活動 但是 比起霍黑 我真的想要這個大波妹多一點 它的CV還要是 乳公天 你們看到嗎 是乳公天 對了 那我繼續努力 我繼續努力 看看能不能再存1,500石 下次再10年抽 那如果抽得到的話 或者又抽到垃圾的話 我再在這條影片下面的留言跟大家說 歡迎大家留言說 告訴我你們這次抽到多少抽 抽到什麼 還有打成怎樣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小笨蛋